欢迎来小生日 我是启耀 非常抱歉各位 你看到我现在面容憔悴 然后身处在一个乖乖的地方 其实这几天我都是全力的在帮助国大辩论队 筹办着全辩16的赛事 目前也很幸运的他们进到了四强 祝他们好运 但是筹备当于我看到这个新闻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请看一下 这会是我觉得今天最重大的新闻 也就是阿莫扎西他亲口承认 他讲说他看到了前最高元首的这个御令 里面写其实纳吉接下去的这些刑期 是可以居家服刑的 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惊讶的 为什么呢 事情从源头讲起来 在今年的时候 纳吉的特色案件 道道沸沸扬扬 大家都知道 而且大家很多怨言的 虽然不是全面特色 但是也从本来的12年降到了6年 只是纳吉跟他的代表律师并没有因此满足 目前他们要求的是高庭给了一份指令 让纳吉接下去的6年的刑期都可以居家服刑 什么是居家服刑呢 就是你不需要在嘉颖监狱里面度过了这6年了 你可以回到自己的家 只是当然有一些限制了 比方你要戴上这个追踪的手铐 然后你本身是有一些地方是不能去 你有行动的这个限制的都好 但是如果可以去到居家的这个服刑的话 那自然我们也可以想象 就没有那么辛苦 这6年其实就过到不会那么的痛苦 比方讲说 哈利萊亚的时候 应该就可以 明年的可能就可以跟家人团聚 所以我先必须重申 这件事情呢 我们的内政部长前不久才讲 纳吉是肯定不会在这个名单里面的 OK 这是塞福丁自己讲的 他说呢 这一个名单里面呢 只有几个条件 你要符合你才可以真正获得的 第一点 你的刑期不能够超过4年 但就这一点呢 纳吉理应来讲 他就不能够符合居家服刑的 除此之外呢 你必须是这个生运者 或是残障者 或是热灵人士 或许热灵人士纳吉是符合 但是我认为 这个刑期不超过4年 这一点其实就可以把纳吉排除出去了 但是 你看到说呢 为什么沙菲伊那么有信心呢 去跟高庭申请这个庭令 当时候他的说法是讲呢 他会传造一个关键的证人 这个关键的证人呢 其实就可以帮助到 纳吉在6月5号的 这一个开庭的时候呢 就可以帮助他顺利的获得 这一个居家复兴的庭令 所以你把整个故事 如果拎起来的话 今天阿末扎西告诉大家说呢 他看到了这份御令 这个御令是谁给他看的 这个御令的副本 就是东顾扎夫给他看的 所以换了言之 到了那个时候 这个沙菲伊所传造的这个证人 会不会就是东顾扎夫 东顾扎夫会不会就告诉大家呢 他本身看过这样的御令 甚至带着这个御令的副本呢 给大家看 然后呢 给这个法官看 过后呢 纳吉就这样子顺利的 获得这样子的一个权利呢 我认为这是我们接下去 要观察的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重点 简单而言 假设前最高元首 真的是有给出这份御令的话 那其实这个政府 就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局面 第一 如果你不遵从前最高元首的 这个指令的话 那其实你是不是对他一种不敬 OK 这是不是政府要担的一个责任 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去遵照这个御令 你真的是给纳吉呢 在未来六年 都是居家服刑的话 那第一点 你是不是彻彻底底的 打脸了塞福丁 你自己的内政部长 更重要的是呢 这是我们国家的法令 OK 这样你是不是呢 就让纳吉违背了这个国家的法令 而第二点呢 就是肯定的 你要知道呢 团结政府里面 西蒙 就是当时候倡议着 要把纳吉 让他最有赢得 要送进监狱的那一个人 那现在 虽然讲是团结政府 不只是西蒙 但是你让本来12年减去6年 现在6年又可以居家服刑 这无疑就是对于整个政府 尤其是西蒙的公信力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一个打击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到这边呢 相当的这个复杂 那扎西为什么在此时此刻要把这个消息流露出来呢 我认为可能是要给大家打一支预防针 OK 不要到6月5号的时候呢 突然间纳吉感觉他得到这个居家服刑呢 大家吓一跳 他就先告诉大家 这其实是前最高元首的这个预令 当然前最高元首的预令 有没有经过这个特色局 也就是之前我们讨论过的 这些政府的人员的参与 我们不知道 只是现在大家或许就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预期心理 也就是是否在6月5号之后 当高庭开审过后 这会是一个内审 就是可能不会对外面公开太多资讯 但是纳吉可能因此会获得这个居家的服刑 那接下去给团结政府带来的挑战就几点 或许纳吉的支持者其实会对阿末扎西感觉到满意 会觉得终于得到了公证 但是这始终是小部分 更大部分的公众怎样看待这个政府 怎样看待这一个纳吉被判罪成之后 减刑6年 然后6年又可以居家服刑 这会不会是形成公众对于整个政府 更加不信任的一个体现 我认为这是接下去真的真的要好好看 小心处理的这个地方 而这样事情 我们接下去最重要的就是等高庭 怎样去下判这样事情 因为目前来看 如果真的有最高元首 前最高元首的预令 又有法律的这个冲突 到底这个法庭会怎样判 我们拭目以待了 OK 好了 非常抱歉 你看这个声音可能有一些嘈杂 但是我真的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支新闻到这边 我们下期见 拜拜